尊敬人 主義同修 主義護法 大家 吉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首先跟大家 祝福 聖誕節 吉祥 今天我想跟大家來做一個簡單的 談談一些佛法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佛在世的時候 想勸導我們 特別是學佛的人 一定要廣結 善緣 隨喜 功德 這個廣結善緣呢 隨喜功德啊 對我們學佛的人 對這個社會 對人生啊 可以說 是最可貴的一件事 為什麼可貴呢 因為它能夠帶來 給自己一種 生活的快樂 也能夠帶來給大家的 也能夠帶來給大家的幸福 更廣來講 能夠帶來這個社會的安定 這個國家的和諧 所以 在佛法裡面呢 廣結善緣 隨喜功德啊 是一個最嚴重 重要的一個 修行的課目啊 特別是我們念佛的人 這一生 你能不能 順利 往生西方淨土 你這一條路 能不能 順順利利的 達到我們的心願 就是親近阿彌陀佛 往生西方淨土的世界 關鍵 在你在處世待人覺悟 對人 對事 對物 不論是有情的眾生 無情的眾生 包括這些動物 如果你能夠廣結善緣 那你領終的時候 你就沒有 很大的障礙了 所以我們每一個月為什麼要做這個大回向 這個大回向里面有一段話就是 怨我臨終無障礙 怨我臨終無障礙就是教你要廣結善緣 你要廣修 供養廣修布施 讓你那個修行的道上 能夠 產生 嚴重的障礙 那你往生西方淨土之間 那就容易了 那如果我們在這個社會上 在這個生活里面 處世待人 對人對事對 那常常跟人家解惡緣 那將來就是你的障礙了 不但能够障礙你往生西方淨土 而且 也能够障礙 影響你將來能够 躲在善惡道 所以 佛法里面告訴我們 廣結善緣是一個非常的重要 你不跟众生解惡緣 众生就不會跟你 解惡緣 結了惡緣 那這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們五量節以來 為什麼我們的 因親在主 無量無邊 是什麼一個緣緣 就是因為你種的這個因嘛 大家一定要知道 燕金在主不是那麼容易解決 化解的 除非你很有修養 你的德行 你真的有修行 就容易化解 如果你真的這一生 只是種在形式 不種在 不種在你的 真正的實質 就是說你沒有真實的用功 你怎麼能夠化解你的 燕金在主 現在我們健康 念佛容易 當你的燕金在主找上了 那就很麻煩 很難化解的 你看最 明顯的就是 悟打果實這個例子 十世啊 他的燕金在主跟著他 到了第十世 才有機會來報仇 你想一想 跟著他十世 第十世 才會有機會來報仇 所謂的人面窗 差一點 把他命 就沒有了 什麼原因呢 過去生 所種的惡緣 所以今生所種 所謂的狗寶 那今天我們也是一樣 啊 尊敬的主義 同修大德 我們一定要知道 要廣結善緣 啊 將來啊 這些善緣會來幫助你 幫助你 你的道也成就 幫助你 你在世間法也好 出世間法也罷 都能夠幫助你成就的 但是如果你常常跟人家 結惡緣 那就很麻煩了 那你想一想 你天天有沒有跟人家結惡緣 幾乎天天 你想一想 你的起心動念 言以造作 你想一想 你有沒有每一天 跟人家結惡緣 今天有人莫名其貌 對你不喜歡 來罵你 侮辱你 傷害你 甚至於可能來 想盡辦法來破壞 或者讓你家破人亡 種種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因緣 所以我們啊 佛經裡面常常告訴我們 就是佛常告訴我們 未成佛道 先結人緣 諸佛福上要成佛 在因地修行的時候 他要廣結善緣 將來來到這個世間 無論在哪個世界 他要度眾生 那就容易了嗎 你不廣結善緣 將來誰來護他的法 誰來聽他的法 是不可能的 所以尊敬的主義同修 你看看釋迦牟尼佛一生 一生喔 你看他的藏水地址有多少 1255個人 然後呢 不在他的旁邊 那是不計其數啊 很多啊 而且釋迦牟尼佛 在過去的時候 印度他們統一 國家有多少 大大小小有100多個國家 而這100多個國家 總共有17個國家大國 這些大國的國王 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 都是釋迦牟尼佛的護法 最明顯的就是 吉古都長者 22年將近 22年將近23年 護持釋迦牟尼佛 建了這個吉蘇吉古都元 讓釋迦牟尼佛 以釋迦牟尼佛的弟子 讓在這個地方 護法 你想一想 那個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 釋迦牟尼佛過去 如果沒有跟人家 廣結善言 沒有跟一切眾生 廣結善言 他來護法 那就會有問題 沒有人護法 而且 也沒辦法度眾生 因為障礙太多了 所以你要多跟人家 結好緣 跟人家結善言 你的緣 才能夠好 如果你跟人家結善言 你想要拯救自己 有可能嗎 不可能的 所以有人 問我說 師父啊 我念佛就好了 將來往生到西方 极的世界 我沒必要修布施 可不可以 你说呢 可不可以 你只是說 我要念佛 我不想修布施 我不想供養 你將來 來到這個世間 沒人護持你 沒人供養你 你會餓肚子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們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最主要的 它不是去修佛的 它不是享受的 到西方极的世界 我的目標 都是要成佛的 成佛之後 我要度化眾生 度化眾生 你在因地修行的時候 你不跟眾生 果能解善言 你是不可能的 沒有人聽啊 你不跟人家眾生解善言 誰來聽你的法 沒有啊 你只能乖乖一個人 在大殿這樣 向著誰講法 牆壁 或者人家最無形的眾生 無形的眾生 就看你有沒有跟你有緣 所以你說很多人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師父 我不想修供養 我想修布施 我念佛就好了 如果這樣的話 你看西方极的世界 你看寵迷陀經 你就看得到 迷陀經有一段經文非常的重要 大家有沒有去留意 那一段迷陀經說 常以清淡各以一個沉重妙化 供養他方十萬億佛 即以時時還到本國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在西方极的世界的那些眾生 每一天去做什麼 去死方諸佛國土廣結善緣 是修福修慧 將來他度化眾生就容易了 有人護持 今天比方說 我想要建道場 沒有人供養 你怎麼建啊 你今天想要出家 你沒有人在廣結善緣 誰來護持你啊 沒有人來護持你 你不要以為 每一個出家人都有每一個出家的福報 有時候有一些出家人真的沒有福報 真的沒人供養 你看過去 有一位老和尚 這個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有一位老和尚 他住在山上 不關人家的事情 有一個道場裡面有幾個法師 他發現這個道場已經開始破落了 要壞掉了 佛像也是一樣 所以發大誓願 我要來重建這個道場 那重建這個道場 要怎麼辦呢 他一定要下山去化岩 沒想到這個老和尚 一下山到處化岩 沒有人供養 真的沒有人供養啊 然後有一天呢 遇到了一個 一個大富裕人家 我那個房子很有錢 在那一代的時候 所以讓他敲門 要請這個護法 希望能夠來護持 不但得不到這個護法的護持 而且被這個護法 這個大富裕人家呀 罵了一頓 狠狠地罵了一種 罵了這個老和尚 這個老和尚也沒辦法 乖乖回到山上 怎麼辦呢 反省自己 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 為什麼沒人供養 所以他反省 反省自己 坐在哪一個地方 後來呢 去探聽了 這個大富裕人家 以前他是一個高官 已經退休了 而這個高官的名姓梁 所以這位老和尚 因為沒有跟人家結善緣 而且又被人家批評 而且講的一些語言 講得非常的難聽 所以不冤天不由人 反省自己來懺悔 然後呢 為了這個大官 這個大富裕人家 或者一些眾生立了這個牌位 什麼牌位呢 消災言所眾的 就是希望這個大官 他能夠怎麼樣呢 他能夠 將來能夠種了這個佛的種子 來護持喪寶 就是天天回向給他 天天回向給一切眾生 自己又用功修行 斷惡修善 天天這樣幹 沒想到趕招來 他的自成心趕招了這位大官 有一天突然間要到山上溪 去散步 走到這個廟 這個廟裡面呢 雖然很破落 但是滿整齊 也滿乾淨的 所以對裡面的僧團 非常的歡喜 但是沒想到 這個大官已經推休的 這個大老闆 走到這個大殿的時候 看到了他自己的名字 立在這個消災大牌位 而且非常的好奇 誰為他立了這個牌位 所以問那些沙弥亞出家人 你為什麼這個大殿有我的名字呢 所以瞬間的主義同修善德 地藏菩薩本願經常常教導我們 做每一件事情的功德 無論你念哪一句佛號 你念一句佛號 或者一句名號的觀世音菩薩 或者佛菩薩的名號 無論你做什麼樣的善事 你要一定要回向給 悉空法界一切眾生 你要跟眾生結善也 今天我們在這邊共修 我們為什麼要回向 回向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希望跟一切眾生結善也 希望一切眾生能夠離苦的 希望這些累積的陰君債主過去有意無意的 得罪了他們傷害了他們 或者讓他們受到了種種的煩惱痛苦 今天我懺悔我通通我把所有的功德回向給你們 讓你們能夠快樂幸福身體健康 讓你們能夠快樂幸福身體健康 這個兩句事又罵了一頓 所以他發露懺悔 要跟大家來結個善願 沒想到感動了他這個兩句事 後來他自己傷歸一 傷歸一之後又來護持這位老和尚 所以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真的太多事情了 我們很多事 我們有沒有去檢討反省 今天為什麼莫名其名 我的生活在這個環境裡面 為什麼這麼多障礙 為什麼我的生活沒辦法幸福 為什麼我的生活為什麼這麼痛苦 為什麼我在這個生活裡面 這麼多的隱形在住 讓我這個身體很多事情有時候不健康 甚至於常常去看醫院看醫生 沒有一個醫生能夠把我病能夠治好 這個叫做什麼業障病 所以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有果必有因 有因必有果 釋迦牟尼佛常常勸導我們 善惡自暴如影隨行 就是好像我們的影子一樣 我們走到哪裡就跟著到哪裡 隨著自己的因果都在受暴德 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佛法最主要的都是在講因緣法 這個因緣是怎麼來的 今天你得什麼樣的人生 你今天獲得什麼樣的人生 都是跟你過去生有關係 所以你要廣結善緣 不要得罪人 不要傷害一切眾生 因為你傷害他們 常來有一天他會來報復的 他會來報仇的 將來你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那就變成你自己的障礙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 為什麼佛要我們常常去廣結善緣 就是這個原因 你看那個過去釋迦牟尼佛帶著的時候 有一天他帶著阿南跟社利佛 然後到了一個村莊 遇到了一個老夫人在挑水 然後佛就告訴阿南 你跟這位老夫人去化園 去化什麼呢 化一碗水 沒想到你看阿南尊者當他走過去的時候 遇到這位老夫人 阿南尊者長得非常的莊嚴 但是這位老夫人 那位老人家看到阿南尊者 一看到阿南尊者非常不習慣 討厭他 而且憎恨的罵了他一頓 不當不給他水 用這個水來沖他 而且告訴阿南尊者 不要說我給你 我寧願把這些水倒在地上 也不寧願給你 甚至於罵阿南的罵很難聽 甚至於要打阿南尊者 想一想 我們常常在這個社會上 常常會遇到這樣 有時候我們遇到一個人 看到這個我很討厭他 我看他很不順眼 我對他很不滿 我真的不高興不歡喜看著這個人 甚至於我說要罵他 反正我看這個人 我對他很不滿好的 好感的感覺 甚至於或者別人莫名其妙 我也不認識他 突然間來罵我 來侮辱回報 甚至於來 來毀滅 來傷害你的 常常我們在這個社會上 常常有這個因緣 在這個社會上有這樣的 有時候甚至於讓你家破人亡 或者甚至於讓你的事業失敗 或者甚至於讓你在這個生活上 你會感覺苦 痛不一生的 苦不堪怨 阿南尊主被這個老人家一罵 罵到底 不但沒辦法化原化到這個水 然後回到佛的旁邊 佛有沒有說一句話 佛沒有講話 叫阿南尊者好好坐在旁邊 然後呢 沒想到 釋迦牟尼佛派社利佛 請社利佛跟這位老人家化原 沒想到社利佛見到了這位老人家呢 這位老人家非常的恭敬 非常的虔誠 而且請社利佛坐著頂禮 然後供養給社利佛 歡歡喜喜來供養給他 而且呢 這位老人家又告訴社利佛 這個水我是供養給你 你千萬不能讓給阿南尊者來和你 那個恨阿南尊者恨到這樣露骨 阿南尊者是釋迦牟尼佛的使者 也不是一般人 他為什麼對阿南尊者有這樣的稱恨 這樣的抱怨呢 釋迦牟尼佛才給社利佛阿南尊者 講這個姻緣 什麼姻緣呢 這位老人家過去生中 他是一隻在畜生到 一隻老鼠 不小心被創死了 那個時候阿南尊 是一個商業 是做一個商業人 看到了這隻老鼠 不但不幫忙把它埋起來 而且又嫌這隻老鼠 很臭 死得活該 因為講了這幾句話 接了這個惡緣 那釋利佛過去生是不一樣的 釋利佛剛好也走過 看到這隻老鼠很可憐 歡歡歡歡喜喜的 把他呢把他埋起來 然後給他講了幾句的好話 讓他能夠早日生在一個很好美好的環境 就是因為這樣的因緣呢 接下來了 所以我們來到這個世界都有因緣的 有因有緣 有因有果有果有果有因的 今天我們做到什麼樣的生活 都是跟我們的因緣的有因緣 大家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的 不要去怪別人 也不用去抱怨 也不用 這個都是自己的問題 關鍵就是在你自己本身不在意別人 所以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你要廣洁善悅 一個人的成就在這個社會 不是因為他的聰明 是因為他無量無邊 都是跟人家廣洁善悅 因為一個人的成就不是一個人的成就 因為一個人的生存在這個社會是沒辦法生存的 所以廣洁善悅在佛教裡面的解釋是什麼呢 就是要建立 建立跟一切眾生能夠融合的關係 能夠良好的溝通 這個就是廣洁善悅 因為很多事情在這個社會上 都是因為溝通不良產生的衝突 因為溝通的不良產生的這個社會的動亂 像夫妻 為什麼常常一些 常常影響夫妻的關係不能和睦相處 什麼原因 它是溝通的關係嗎 太多事情呢 很多如果我們能夠反省 都不是在別人 都是在自己 所以我們老師常常主導我們 要常常靜坐嘗試以過 要常常去反省 常常去懺悔 常常去改進 常常去檢討 檢討自己的過失 檢討自己的习情 檢討自己的毛病 然後呢 嫌談莫論人非呀 不談別人的過失 我今天是談我自己的過失 這樣呢 來修行 你就懂得廣洁善引水洗的功德 這個真的非常的重要 最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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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人與人之間 都是靠著緣分 在維持關係的 所以人際關係呀 其實就是因緣法呀 都是有因緣生因緣滅的 像一對夫妻 他能夠成為夫妻 都是有因緣的嘛 所謂一日夫妻百日恩 這個恩講的就是因緣 所以為什麼一些夫妻 感情都很好 有一些夫妻感情都不好 都有這個緣的嘛 這個緣有一些人 他真的 他是來 來報恩的 有一些人呢 是來抱怨的 來報仇的 所以一解下去呢 天天吵架 從頭吵到尾 你看 這個很多啊 我們這個出家人啊 就法師的人 常常就遇到一些家庭夫婦啊 養師傅啊 我為什麼生活這麼苦啊 蟲種的 過去生沒有跟他解散眼 今生又遇到了啊 我來報仇了 所以啊 尊敬的 主義統修大德 要跟人家 廣結善緣 不要跟人家解惡緣 解惡緣 真的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你看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喔 都有因緣的耶 真的耶 來到這個世界都有因緣 你看那個 那個我們師父上人常常見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有四種緣 不是報恩都是抱怨 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你要解善緣 你解善緣了 你遇到很多事情了 人啊 就會主動來幫助 來護持 像我們法師 我們法師 為什麼要出家 就是要弘法立身的嘛 就是要去跟大家 解個法緣 為什麼我們要講經 就是要更眾生來解法緣 為什麼要解法緣 因為在一切供養中 法供養是最大的 為什麼法供養最大 因為法能夠幫助我們了生死 因為法能夠幫助我們超越六道輪位 因為法能夠幫助我們離苦得了 因為佛法才能夠幫助我們這一生 能夠親近阿彌陀佛 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因為佛法才能夠幫助我們 將來能夠成佛道的 所以一切供養 為什麼法供養普告是最大 就是這個原因 那要怎麼樣法供養最大 獲得這個法的供養的功德呢 你跟人家念一句阿彌陀佛 也是跟人家解善語 你今天在這個地方念佛 回向給累劫印心在主 你也跟這些無形的眾生解善語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懂得 你要怎麼樣來修法供養 你能夠把自己念佛做一個好物 榜樣做一個楷模 讓做一個好樣子 讓人家能夠增加信心 讓人家能夠增加信心 讓大家對這個念佛法 對這個淨土法 對這個西方極的世界無盡的莊園 能夠起了一個信心 然後來念佛 那這個供養是最大的 那你的福報是真的供得不可思議的 所以佛家常講 同舟共度要修五百年 對人與人之間聚善禮合 就是一種很美的 我們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這個我們這個故事 剛才跟大家講 廣修福德就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希望能夠在這個生活裡面 知財封足 那我們作為佛的弟子也是一樣 財富從哪裡來的 從布施嗎 財富從哪裡來 從修福嗎 財富從哪裡來 劫營而來的嗎 你沒有去廣結善言 你怎麼能夠得到呢 就是這個道理 那師父 我們怎麼樣跟人家廣結善言 你要布施啊 布施有三種嘛 財布施 法布施 五味布施 什麼叫做五味布施 你不傷害別人 你的語言 你的行為 你不傷害別人 什麼叫做法布施 用你自己的德行 來供養一切眾生 只有用你的德 用你的修行的道德 你能夠才能夠真正幫助一切眾生 這個就是法供養最大的 你要修布施 布施能夠幫助我們 所以諸佛菩薩 他要視線到這個視線 他一定要把布施做圓滿 菩薩沒有把布施做圓滿 是不能成佛的 成佛之後 他還是要把布施做圓滿 所以廣結善言 關鍵就是在你 你能不能對這個布施的精神 對一切眾生 對人 對事 對物 無論是有情無情的 你就能夠來愛護 來關懷 跟他們培養好的關係 你將來得人生 就算你不到西方解釋的世界 你將來得人生 你的福報真的很大 那第二呢 用什麼方法 就是要善護你的口頁 我們五量節以來 生生世世的這些累結因心在主 從哪裡來的 從你的口頁來的 很多啊 只是我們自己不知道而已啊 你看容易得罪人的是你啊你 從你的六根裡面最容易得罪人的 就是你的口頁 你沒有善護你的口頁啊 你將來你這個口頁會帶來很多的麻煩 所謂啊 或從口出 病從口入啊 這個病不僅僅身體的生病 還有你心的生病 所以 為什麼 絕名妙行菩薩教我們 少說一句話 多念一句佛號 就是叫你不要去造口頁嘛 我們今天你想一想 不但你口頁也在造頁 你的手指都在告你 你看現在的人 天天离不開什麼 离不開你的手機嘛 對不對 睡覺之前也看手機 起床也看手機 走路也看手機 吃飯也看手機 上廁所也看手機 走到哪裡也看手機 你想一想 看的就是什麼 殺到血癮嘛 你看 除了你自己口頁每天都在造 你自己你的手指 每天都在造 很多人不發現這個 甚至有人知道 但是喜氣重 改不過來 那怎麼辦呢 懺悔啊 所以講話要小心 最好少說一句話 沒事 話講多了 很多事情就來了 很多人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得罪人 最後 人家來毀謗你 來毀滅你 來傷害你 為什麼他來傷害 就是因為你的口頁的關係 所以修德 首先先修你的口頁 因為口頁是關鍵 所以最容易犯的就是你的口頁 你看那個 那個什麼阿瑟瑟王的父親 平婆說羅王 平婆說羅王你看 他死得很慘耶 他是釋迦牟尼佛的一個得利大弟子 得利弟子 是一個護法耶 很有修養啊 修行非常好耶 但是你看他死得很慘耶 被阿瑟瑟王打入人宫 打入這個監獄 而且地下的監獄 不給他吃虐待 慢慢的虐待他 到最後把他殺死 但是平婆說羅王最後 還沒死之前 請佛的開示 後來正果了 那為什麼平婆說羅王 你看你看 他是一個很護持 釋迦牟尼佛耶 他的福報修得很大耶 但是他抵不過他的業力 他是一個很大的護法 對三寶非常的虔誠恭敬 但是很可惜 他抵不過他的業力 到了最後 到了最後 他才真正修行正果的 所以密緣裡面呢 不一定不好 順緣裡面 不一定是好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 因為他一句話 阿瑟瑟王過去啊 他是一位老修行者 但是 平婆說羅王 因為他解婚 跟維迪奇夫人 很多年沒得子 所以啊 求此妻妾啊 問這些高僧大德 來給他算命 我什麼時候能夠得子 被算出來 他說啊 在山上有一位老修行者 這位老修行者 在過幾年他已經要延吉了 然後呢 來做你的兒子 但是平佛說羅王 因為求子興趣 如果等了太久 他說 那我就老了 誰來繼承我的王位呢 所以派這些啊 這個皇宮的這些人 去找這些老修行者 告訴老修行者 你知道你壽命結束 你會做誰的兒子 這個老修行知道啊 我會做你的國王的兒子 而且做這個國王的太子 但是因為皇帝 求子興趣啊 所以希望呢 你能夠啊 趕快 解決你這個生命 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你自殺 或者我來殺 或者我來殺 就是說 自己解決 就是說你要自殺 或者呢我幫你解決 就是把他殺掉了 你想一想 左右為難 都是逼著他死路一條 所以這個老修行者 因為他那一句話呢 所以死之前 自殺之前呢 發了一個毒誓 什麼毒誓呢 將來我生到這個環境 你既然逼著我死 那我就將來 我也逼著你死 會死的更慘 平佛所羅王 就是因為那句話 你可以選擇 你自己自殺 還是我 我幫助你 把你殺掉 就是那一句話而已啊 多少人啊 尊敬的 主義同修大德 在這個社會上 我們多少人 天天都是造口業 自己不知道耶 今天我們 吃眾生肉 也是跟眾生結二元啊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吃素 沒有別的 吃素的原因 就是要跟眾生 少結二元嘛 所以尊敬的 主義同修大德 這個就是我們說啊 你要跟眾生啊 啊 結善言 原意跟大家 結善言 經濟 用這個你的能力啊 用財布施 來幫助一切眾生 看到貧窮的人 我們幫助 看到生病的人 沒有能力啊 看病 沒有錢 我們來幫助他 看到有人要放生 我們也放生 看到人家啊 有 有沒有能力啊 或者一些需要幫助的 我們倆 能力來幫助 這些將來啊 就是你的好的善言 能夠來幫助你成就的 不但在世間法 或者初世間法 都能夠成就你自己的 所以今天啊 簡單啊 來給大家 做一個簡單的 一種 一種分享 像今天我們來為大眾服務 我們來敲墨儀啊 來做圍奴啊 來敲鼓啊 或者來誦經啊 來念佛啊 都是為大眾服務的嘛 這個也是為大眾一種 跟大眾廣結善言 所以很多 在佛法裡面啊 太多太多了 佛常常勸導我們 就是要這樣修 這樣行使 將來對你有很大的好處 不要跟人家截惡緣 截惡緣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不但沒有好處 將來會來干擾 來障礙 甚至於可能來障礙你 讓你這一生 沒辦法 能夠往生西方其樂世界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 在世的時候 用我們的身體 用我們的行為 用我們的緣語 用我們的精神 用我們的種種的能力 能夠跟一切眾生 無論有情無情的 你能夠跟他們解散 那這個對我們太大的好處了 這個大家一定要知道 只要有機會 我們要幫助 只要有能力 一定要想盡辦法來幫助 這個就是我們學佛的弟子 最大的好處 今天我簡單來給大家分享 現在澳洲這個疫情也蠻嚴重的 你看雪梨每天五六千 我從來沒有這樣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大家要謹慎 如果不重要的呢 那就少出門 出門盡量戴口罩 不但能夠保護自己 也能夠保護別人 因為這個生命太脆弱 我們這個生命真的很脆弱 說倒就倒 說病就病 說老就老 說死就是 沒辦法自己做得了主的 所以釋迦牟尼佛教我們要快快覺悟 那怎麼覺悟呢 就是覺悟人生無常 這個人生是無常 每一分每一秒 可能都會發生 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沒辦法意料的 所以多念佛 斷惡修善能夠幫助我們的 避免這些災難 避免這些不該將來發生的這些大災難 這個就是簡單 給大家一種鼓勵 我們天天一定要用功 天天要真實的去修行 不能在表面上下功夫 一定要重在十字 真正去修行 真正去斷惡修善 真正去念佛 不在口在念佛 但是你的心要真正在念佛 這樣修行佛法才能夠得力 不然的話佛教變成迷信了 這個簡單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下一次再跟大家 大家可能開始要講經了 講經的就是選擇地藏菩薩本願經 在每一個星期六 這個講這個第一品 希望啊 我們經過這個學習 地藏菩薩本願經啊 能夠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什麼呢 你要這個願 要真正發願 發什麼願呢 這個下面呢 會跟大家來分享 在這一部經裡面呢 在佛法裡面 特別在淨土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部經典 今天呢 簡單跟大家講到這個地方 祝大家老實念佛 身體健康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謝謝大家